今天錄的這一集節目 我錄的地點 比較不一樣 所以相信大家聽到聲音 會覺得有比較多的回應 請大家多見諒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一個話題 就是沒有人膜拜的寺廟裡面 到底有沒有鬼靈的這件事情 我相信呢 許多人對這個問題是好奇的 也是感到害怕的 如果呢 我們只是從民間的信仰的角度 來看待這件事情呢 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那就只有有鬼跟沒有鬼的一個是非題 也沒有什麼好討論的 但是呢 如果我們從領袖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情 我們就會發現 這個問題其實很值得我們來深思 而且呢 它可以深入來探討到關於人性的問題 我來舉個例子好了喔 我去日本呢 大概二三十趟 看過的寺廟跟神社喔 超過了三百多間 我去的這些神社跟寺廟呢 都不是大家所知道的一般的觀光景點喔 而是一些很小而且很隱密的地方 比如說像是金剛 我就看過全日本唯一一尊拿著葡萄的鑰匙缝 它就叫做葡萄鑰匙缝 那這尊神像喔 非常的有意思喔 因為它長得非常莊嚴 而且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喔 大概有一千多年吧 我印象當中 那因為它長年喔 沒有人去膜拜 所以你進去時候呢 感覺到非常陰森 重點是呢 你要進去的時候呢 你還要找一位七十多歲老阿嬤來幫你開廟門 我從進去到出來喔 一個觀光客都沒有 再舉個例子喔 我去過明谷屋 看過一間佛寺喔 那這個佛寺呢 其實也蠻莊嚴的 而且裡面長得非常的小巧 就是它的庭院造景喔 我覺得非常的精緻 那那天呢 是下的大雨 屋頂呢 開始漏水 佛堂的兩邊呢 都放著水塔 因為它沒有錢來修理喔 所以裡面呢 都發霉跟潮濕了 到處都在滴水 因為在滴水嘛 所以它必須把這些神像呢 都挪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裡面其實看得有點亂七八糟喔 讓人家感覺到是不舒服的 我一走進這間寺廟呢 就感覺到全身是不舒服 那我仔細看這個佛堂跟神像呢 我覺得呢這些神像裡面其實已經沒有當初的神靈入住的這些神明了 甚至呢有可能是有外靈在這個裡面了 那麼你可能就會想像這種地方呢神靈會住嗎 其實我必須要說的是喔 你只是在拜鬼而不是在拜神 因為呢這個環境喔已經是非常的潮濕嘛 而且殘免沒有觀光客的情況之下 就沒有人去膜拜祂 怎麼會有神呢 我們先在這邊暫停一下喔 來想想這個問題喔 如果你覺得這個寺廟沒有人拜 只有鬼 那麼這個寺廟又有什麼意義呢 從神秘學的角度來看 你又有什麼感覺呢 如果我們從靈秀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情呢 你就會覺得說這個問題喔 其實沒有那麼的簡單 我們會說喔 鬼跟神喔 其實是住在同個空間裡面的 你一定不相信喔 我再舉我自己的例子喔 我在京都大阪跟奈良這些地方呢 看過很多大的景點的寺廟 非常有名喔 講出來你們都知道 比如說像是比瑞山好了 像這種地方喔 其實我也看過鬼 你可能會問說 那如果說神靈很靈驗 佛法是永久的 那麼怎麼可能會讓鬼入住呢 為什麼這些寺廟會荒廢呢 我必須要借用佛陀的一句話 來回答你這個問題喔 因為世間本來就是無常的 從生命的建立到衰敗 都是自然的規律 沒有什麼東西是永久不變的 如果沒有變化 就沒有無常 就沒有佛法 所以鬼神的共存 跟寺廟的衰敗 其實都是自然的循環 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如果我們用這種角度 來看待寺廟裡面 到底是鬼還是神 沒有人膜拜的寺廟裡面呢 會不會衝刺了許多的魔鬼 妖魔鬼怪呢 其實呢 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因為呢 我們所關心的 就不是只有鬼神的問題 我們還必須要從歷史的角度 建築的角度 佛法的角度 來理解這個問題 如果你用這種角度 來看待這種問題 你不覺得說 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 而且你的視野就更寬廣嗎 像我看這些已經衰敗的寺廟 當然啦 裡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鬼的存在 但是呢 我就去思考說 到底佛法應該要怎麼樣的改變跟改革 可以讓更多人來膜拜嗎 香火才能夠永續 那像這一點呢 在台灣的寺廟裡面呢 就可以看到 像台灣很多知名的大山頭的佛寺 他們都會想盡辦法 讓更多的信眾來膜拜 過年的期間呢 也會盡量的去佈置 然後讓更多的人呢 來走村 然後呢 有用很多的佛法 讓人家覺得說 佛法不是死氣沉沉嗎 像有些人就認為說 佛法就是死人的東西嘛 就人死了 要接往西方极的世界嘛 所以我們來修佛法 這是不對的 佛法是為了讓你解脫苦 但是不是要讓你早點死嘛 這是我個人看法 所以呢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寺廟裡面到底有沒有鬼靈這件事情 好像就不是那麼重要的嘛 那講回來我自己的靈修 我覺得靈修呢 不是只是寫一些 就是靈動啊 天文啊 鬼鬼神神 這些東西 我自己走靈修 它讓我從物質的世界呢 轉向精神的世界 進入到更高的層次 來看待這件事情 所以像我經歷這些事情之後呢 我的觀點喔 就不是停留在 到底寺廟有沒有鬼跟神這件事情的 因為我已經看很多了啊 沒有人拜的 裡面確實有鬼 有人拜的 裡面也是有鬼 那麼 我看待的角度 就我剛才所說的嘛 我們就必須要從 行銷啊 改革啊 建築啊 這些來看待這個問題了 那麼 生命反而就更豐富了 就不是只是停留在有鬼跟沒有鬼的這個 是非體上面喔 好 那我們這一集節目呢 就先分享到這邊喔 我不知道因為我的分享呢 大家有沒有對於這個寺廟裡面有沒有鬼這件事情呢 有一些不同的聯想 如果有 歡迎留言在我的留言板 或者寫信來給我 來跟我分享你 個人聽完這一集之後的看法是什麼 我是宇舍 我們下次見